哈喽,我们今天练习德文的发音 什么样的一个发音呢? 事实上是一个组合音 一方面我们要卷舌 另一方面加一个R这个声音 卷舌加R 那其实还有如果更细腻的讲一下 我们卷舌跟R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子音 像T或者是P 有些德文的单词就有这样的一个组合 因为事实上呢 不一定都会非常的硬的 很具体的把每一个音都同样的发出来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比较快速一点的带过去 你不一定都要拘泥于每一个发音 要同样的发出来 我们今天会具体练习的有两个不同的发音 一个是 ST加R加母音 另外一个是 SP加R加母音 所以呢我们现在有ST 这个是要卷舌 ST 如果德文有这个组合 它是在单词开头的时候 我们就会卷舌 如果这块的发音你还是还没有碰到过 我还不算清楚 我在这里 因为我曾经拍过一个影片 我在这里给你一个链接 你可以先 你可以参考这个影片就对了 OK 我们先以音节来开始练习这个发音 再进一步的看单词 再进一步的看整句 你看我们这边有ST 卷舌R加一个A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练习的发音 ST跟R 这个很难发 这个比较难克服 所以呢我们先从R跟A 开始讲R R R 现在你有ST ST 要挂在前面 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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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慢一点 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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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继续看其他的母音 STRE STRI STRO STRU 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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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也把双母音都放进去 再一次 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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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 STRI STRO STRO 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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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I 如果再跟快一点 就变成 STRA STRA STRI STRO STRA STRA STRO STROI 那如果我们再跟快一点 就变成 STRA STRI STRO STRO STROI 所以我讲的重点是 你不需要太重发整个部分 整块 你不用什么 STRA 整个都很硬 带过去 你要给自己 就是可以带过去的机会 STRA STRE STRI STRO STRO STROI 先看一些单词好了 ST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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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海滩沙滩 ST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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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STRA 不需要这样 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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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好了 STRANT 下一个 STRESS STRESS 你看 STRESS STRESS STRE STRE STRESS STRESS 就是压力的意思 下一个 STRICH 也就是一条线的意思 例如说我们再画一条线 这种线 STRICH STRICH 如果我们先S帖一一 S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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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整个 ST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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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讲的是 ST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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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EL 我们也不一定会说 STRICH 我们也把它缩短 变成STRICH ST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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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是一个写音 它一方面可以代表 鸵鸟 它另一方面可以代表 一束花 ST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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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我们第二个组合是 SP SP 加个R 加个母音 我一个双母音 S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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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细心的去听 我刚才这些音节当中 哪一部分会比较重 哪一部分会比较轻 哪一个部分会比较突现出来 哪一个部分会比较容易带过去 所以如果你刚刚有发现到 其实 SP 这个 SHP 它比较清楚 这个 R 会稍微变成轻一点 SPRASPRESPRI SPR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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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那在那个 ST 其实也是这样子 SPRASTRE STRI STRU 你看ST 比较轻 比较重一点 那这个 R 要变成 比较轻一点就对了 再来看这个 SP 开头的单词 第一个是 SPRACEerton 是语言 的意思 例如说 德文 第二个是 是说话的意思 是跳跳起来的意思 就是喷 像喷水的意思 现在第三个部分 我就看整句 再一遍 这些句子重要是和重点在于练习它的发音 它的意思是非常的歧视 像比如说这个句子的意思就是说 在砂糖上 在海滩上 不要讲有压力或关于压力 或者是让人有压力的事情 下一句 也就是我把一条线划掉的意思 我把一条线划掉的意思 我把一条线划掉的意思 你把一条线划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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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gbrunnen就是 冰箱 你把一条线划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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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一种也是蛋糕 我这边可以放一个图片就对了 Streuselkuchen Strudel und Streuselkuchen sind Delizios Delizios是一个外来词 也就是好吃很美味的意思 Delizios 我们通常说 lecker或 köstlich Delizios也可以 但是因为发音比较有挑战性 所以在这里就把它放进去 现在发的好一点吗 我很希望是这样子 如果你有一些句子 但这里可以无句子 你想要 知道它的发音 你可以在留意的地方告诉我 我把它收集起来 我可以拍成影片 我们到最后 谢谢给大家一个小伙子 谢谢给大家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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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给大家的赞